歡迎您起床的Hello台灣 我是張家儒 淑莉早安 哈囉 家儒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哇 淑莉 今天你在哪 那邊看起來風蠻大的 因為看你穿一個蠻厚的外套 家儒 你觀察好敏銳 的確啊 這裡風很大 我在哪裡呢 今天的氣象爬爬夠 帶大家來到了 這個桃園新屋的農博 農業博覽會 因為我還比你知道嗎 所以風比較大 事實上今天的風有比昨天小了 昨天這邊風更大 那麼今天來到這個新屋 也就是來到我們農業博覽會 家儒 你知道嗎 今天有一個神秘來賓喔 神秘嘉賓 今天爬爬夠有來賓嗎 趕快讓他露臉 我看一下 好 來... 這一位我相信是大家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的 而且知名度還比我高的 我們就要來介紹了 中央氣象局 大家非常熟知的吳婉華 淑莉早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 我知名度沒有太高 要先講 沒有… 我跟你講 你知道嗎 全台灣各地老老少少 關小孩子還有阿公阿嬤 真的吳婉華 你知道媽媽在初屬的心中 吳婉華 滑桃紅 好趣喔 真的好趣喔 真的好趣喔 家儒主播 跟我們家儒主播 溫好 妳在打 的確喔 像是抬風機啊 今天來說的話呢 其實啊 是史無前例 沒錯 而且今天呢 是氣象啪啪夠史無前例啊 雙氣象主播 來為大家做報導 所以我跟你說喔 今天啦 氣象也沒準啊 算一下 我這樣都不說話 我只要點頭就好是她說的喔 沒有 今天有她在 其實呢 我就輕鬆了 不過我們要趕快啊 帶家儒還有呢 帶這個所有電視機前的 觀眾朋友啊 來看一看了 今天其實我們來到了這個 農國喔 農業博覽會 事實上在這邊啊 有一個氣象殿堂的展區 這個展區其實來說的話 非常受歡迎啊 那麼另外呢 更要講 因為既然我們來到了新屋 就不能不介紹 這個氣象殿堂 其實就在我們 新屋氣象站旁邊啊 沒錯 新屋氣象站 我們趕快來看看 大家呢 現在啊 所看到的呢 就是啊 我們中央氣象局的 新屋氣象站 上次呢 熟例去了玉山氣象站 就剛來高海濱也 新屋氣象站 感覺不一樣喔 感覺很不同 而且這個新屋氣象站 很新喔 對 它是我們目前為止 最新氣象站 是在102年蓋的喔 其實目前氣象局 在另外一個地方 彰化田中也正在蓋個氣象站 那我們回到新屋氣象站 它的功能有兩種 和其他氣象站是不一樣 第一個 它是原來是接收 我們的衛星資料的接收站 原本是一個衛星資料接收站 那從102年開始 一樣還擔任 氣象觀測站的工作 所以有兩種工作 和其他氣象站是完全不同的 對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啊 今天呢 在氣象站的一個外觀跟全貌 當然來到了氣象殿堂的時候 也因為呢 這一次農博就在新屋氣象站的旁邊 所以氣象殿堂 這邊呢 當然我們中央氣象局 還有跟農博就一起設置了一個 氣象殿堂的展區 是的 在這個呢 展區戶外的展區裡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平常我們說溫度啦 雨量是怎麼測的 事實上就是從這些儀器測的 對不對 目前可以看到這些 其實大部分地區都是我們美的氣象站 我們符合世界氣象組織的所有規格 多觀測儀器 像這個量雨量的對不對 對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像這個 有一個雨量儀 紅溪式的雨量儀 後面有一個青斗式的雨量儀 那可能大家目光會看到青斗式的雨量儀 是因為為了這個展區 我們做了不同的顏色 那它是每0.5 當累積雨量到0.5毫米的時候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累積到0.5的時候 這個三角形的 它就會往下墜下來就會記錄 然後為了讓大家看得清楚 所以我們用不同的顏色顯示 這些是負責雨量 那當然後面還有許多的觀測儀器 我們就可以待會再為大家來做介紹了 事實上啊 婉華 我們來到這個氣象殿堂 我發現了一個 連我都不知道的寶物耶 什麼東西 是什麼 是什麼 有沒有看到我們後面有一排 對啦 我們的騎手 到底這些騎手們 你看 都是我們這一次在農國 還有地震局 也就是桃園市政府地震局的工作人員 大家好 大家好 到底這些騎手手上拿的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請到我們 氣象殿堂的策展人張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大家早安 張總 你無論如何 一定要來告訴我們 這些騎子是代表什麼 是童子軍旗嗎 不是 這是氣象旗 氣象旗 婉華 你聽過氣象旗嗎 有聽過 歷史久遠的紀錄 對 到底這個氣象局是怎麼來的 這氣象局是從中央氣象局的寶庫 他們的氣象局的局使館裡面發掘出來的 在你們的局使館 對啊 這歷史久遠很保重 很保重 所以他原本已經變勾動在展示了對不對 結果張總為了這次氣象殿堂 特地把它找出來 可是張總 我們來看看 到底氣象局是怎麼使用的 好 我們待會可以請主播來演練一下 我們讓大家知道古人的智慧在哪裡 因為現在大家用手機用太多了 取得氣象資源太簡單了 但是古人用他的智慧多浪漫 情實多雲 偶正雲 多好 好 那我們就來告訴大家了 婉華 今天我們新屋的天氣如何 今天感覺很涼爽 很雲多了一些 雲多了一些 多雲的天氣 多雲的天氣 多雲在哪裡 我在這裡 多雲 多雲在這裡啦 所以多雲的旗幟它就是一面紅旗 通常氣象旗有兩種 一種是風向旗對不對 來 我們先把這個拿下來 風向旗是這種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 對 天氣旗的話就是這種 四方形的旗 好 今天新屋的天氣是多雲對不對 吹的是什麼風呢 今天台灣是吹東北風 東北風在哪裡 好 東北風出列囉 好 那麼今天來說的話 天氣是涼爽還是溫暖呢 今天還是涼爽 風很大耶 對 還是涼爽的天氣 對 涼爽在哪裡 涼爽在哪裡 所以這個 張總啊 有 所以以前在古時候 還沒電腦那麼發達的時候 要告訴大家天氣 也就是多雲 然後天氣涼爽吹的是東北風 從這個氣象旗當中 就會知道今天的天氣如何了 是的 然後古時候的人 它不是像我們現在拿著方便來做介紹 它們會生在一個政府單位的屋頂 然後遠遠的你就可以看到 像多聰明 所以啊 每天升旗的時候 在氣象站升的是這個氣象旗 大家是不是也聽過對不對 都覺得啊 昨天來到氣象跌倒的時候 真的是挖到飽了 而且呢 我覺得利用我們氣象爬爬夠 今天晚華也在這邊 然後張崇也在這邊 你知道了嗎 那氣象旗本來只是當著一個 入口前的一個裝飾 希望大家呢 下次啊 來到我們氣象殿堂 看到這個氣象旗的時候 好好來考這一些解說人員喔 那麼另外呢 我們就要來看天氣了 對不對 而且呢 今天啊 我們報天氣的時候呢 後面 你看看 還有這麼多騎手沒用到喔 我們接下來呢 要報天氣 報未來這一個禮拜的天氣的時候 這些騎手你們要記得出列 好好好 來 我們來看看了 張崇我們也一起來看看 那麼今天的天氣到底是如何呢 事實上啊 在說今天的天氣之前呢 我們要說了 今天呢 明天 明天 明天又是一個新的節氣囉 對啊 明天好像是立下對不對 立下 所以來來來來 我們立下的這個手板要來囉 來 立下 網滑我們看到了 這個立下來說的話呢 就是表示呢 立是正式開始的意思 所以呢 往往到了立下的時候 就是預告大家說 夏天要來囉 對 準備來了 可是呢 天氣開始熱的很熱嗎 對 夏天來表示很熱的天氣 我們先說其實前兩天已經很熱了 很多地方已經33度 但是夏天更容易出現 37度左右的高溫 所以目前看起來 夏天來以後 高溫的日子會越來越出現囉 所以像是那種378度 還要等一段時間 對 等一段時間 對 而且呢 你知道嗎 像夏天的時候 在這個立下時節 就有很多的農產品 像呢 是比較呢 當令的 立下差不多 奶雞要出來了 荔枝 而且呢 洋香瓜 也就是好好吃 我也好喜歡吃 荔枝 荔枝 另外土芒果 還有桃子 桃子李子其實這個時候也成熟了 桃李 好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說 這跟桃李滿天下有關係嗎 桃李滿天下 桃李滿天下 這樣幾老師嗎 是啊 立下桃李都盛產 是啊 而且盛產跟老師姐妹有關係 我們母親節比較近一點 我們母親節快到了 我們立下快到了 對…另外呢 你看看這個漁產的部分來說 在立下就會有飛魚啦 以蔬菜來說這個時候 綠竹筍是最好吃的時候 對不對 所以其實古時候也有一句俗言叫做 立下得十里能令顏色美 也就是說這個時節 桃子李子其實都出來了 所以多多吃桃李 甚至古時候的婦女們 她們會把李子來醃製李子酒 多喝的話是養顏美容的 對不對 所以看過了立下之後 來 我們趕快就來看看 今天的天氣囉 從衛星雲圖當中 我們就要帶大家一塊來看 婉華今天我們新屋的天氣來說 剛剛的氣象集已經出來了 她們已經回去了 那除了新屋之外 今天清晨還滿涼的對不對 對 最低溫有兩個地方 聽她說 今天有涼個19.8度的低溫 分別在淡水以及蘇澳 那麼清晨還是比較有涼意 不過今天其實溫度會比較回升 對 會比昨天來得舒服一些 因為東北風其實在白天 就逐漸的緊弱 所以今天各地溫度會比昨天回升一些 我們預估的高溫 其實在北台灣 桃園與北地區的高溫 26度左右 新竹與南則是29度到31度 10度之間 和東大部地區 雲還是多一些 還多一些 所以我們從衛星雲圖當中 就要告訴大家囉 事實上當然了 今天還是東北風的影響 不過北東還是雲多一點 多雲啊 你們忘了喔 多雲你們要善盡職守 講到你們 cue到你們的時候要記得出來喔 你是多雲嗎 所以你要轉向 你要轉向 OK喔 轉向 你看多雲 多雲十雲 好 多雲十雲 就是今天的天氣 所以高溫就25 26度 對 今天高溫就25 26度 所以另外我們要來看看 空氣品質來說的話 其實也沒有概要 不太好 現在周南部地區環保署資料顯示 它會要敏感 比如外遇的時候 你要多戴口罩 因為空氣品質不太好喔 對 今天看起來的話 其實在中南部地區 還是有機會出現橘色燈號的 對的 所以各位朋友的觀眾朋友 真的要多注意了 是 那麼當然囉 未來這一個禮拜的天氣變化 來說的話 我們就要提醒大家了 今天沒有像昨天那麼涼了啦 對 昨天真的是有夠涼的 昨天好像台北的溫度 好像只有 22點多 還藍藍的 比南部低了 大概10度 沒有高溫的部分 真的 光是昨天一南一北 溫差就差了10度 那麼今天其實東北風還有 但是沒有昨天強 所以就今天來說的話 北部的高溫 預計就可以來到幾度 26度左右 26度左右 那麼今天北部 當然囉 多雲的天氣 那麼東南部今天呢 今天是多雲時勤的天氣 多雲時勤的天氣 所以就今天來說 西半部更是不錯啦 還不錯啦 今天的東半部的話 東半部就是雲多 多雲 偶爾有點雨多雲 時雨的天氣 它再出來一次 再出來一次 所以從未來一個禮拜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週休假期呢 週休的天氣比今天更穩定更熱 更熱 所以更溫暖了 對 溫暖耶 溫暖的好天氣要出來了 好 那溫度大概都會可以上看 好 我們這樣講 明天的溫度比今天熱 可是星期天和下禮拜一很熱 西半部高溫可能都會到33 34度 哇賽 這個週休假期都可以來到33到34度 而且水氣也比較少對不對 少喔 大概只有東半部 有短暫雨 其他的山區午後有一些段階段 好 所以山區還是會有一些午後正雨的現象 那麼呢 在這個天氣上啊 其實未來也就是下個禮拜二到禮拜三 有大變化了 對 禮拜二開始有到煤雨風面影響 會開始有比較大的雨勢喔 有大的雨 就會變成禮拜二 禮拜三是下雨天喔 下雨天出來了 而且這道封面可能會滯留個兩三天的時間 對 可能會更久一些 所以天氣又會變得比較涼爽了對不對 對 所以也提醒大家 這個週休假期是晴朗的好天氣 所以大家可以多來農博來到氣象殿堂 走一走來看看我們的天氣期多麼的好玩 可是天氣上比較大的變化就是 在下個禮拜二之後 一連幾天 對 有封面的影響 另外就是東北季風也要增強了 對啊 所以無論如何 因為可能連下了好幾天 這樣對南部是好耶 希望雨下在該下的地方 現在在集水區對我們大家都很好 對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天氣有比較大的變化 就提醒大家 隨時鎖定我們的氣象訊息囉 當然囉 我們的氣象殿堂 再待會還有更好玩的要來告訴大家 請大家今天都持續我們的氣象趴趴夠 王淑莉高 吳婉華 今天雙主播來為大家爆氣象喔 時間再交換給家如